歡迎收看 近集的台灣 我是許晶晶 帶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大陸雲南 非常風行的斑魚火鍋 現在台北不但吃得到 而且還有桌邊秀 老闆娘黃亮 就是道地雲南的麗江姑娘 她把斑魚肉 片成了蝴蝶形狀 薄可透光 吃起來跟一般魚片火鍋 口感完全不同 很難想像黃亮來台之前 竟然是北京上市公司高階主管 而他的先生黃大謙 跟曾經是衛生店子 駐北京的專案經理 兩個人會放棄高薪 在台灣賣起斑魚火鍋 主要是項法孟母三千 不想讓孩子忍受北京嚴重的買海 來自雲南麗江 潑不生名的斑魚火鍋 十字紋路的斑魚片 每片都薄到透光 放到鍋裡 一秒兩秒三秒四秒 算起來鮮度最剛好 它不會像一般的魚片在下面 整個魚片就散掉了 它的肉質就是非常的緊實 不只口感特殊 斑魚片吸引眼球的 還在於它的美感 仔細看十字支撐起來的 原來是一隻隻蝴蝶 薄如禪翼的華麗刀鋒 出自這位雲南麗江姑娘 黃亮之首 跑頂解魚之前 得先克服斑魚骨的隧道難題 你看它是像一個拱形的 像一個隧道一樣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弧度在 所以你要把那個魚片卸下來的時候 刀鋒要很好才行 它是要用斜刀 對 要順了它的骨頭慢慢的削下去 一不小心你可能把整片魚肉都削掉了 重頭戲還在於這每片 薄0.2公分的蝴蝶刀法 輕划下刀中間不能斷 留住魚皮 反身再來一刀 攤開後就是蝴蝶的兩片翅膀 你講的那個就是背後的那個 對 這一條是它的薄薄的魚皮 然後魚皮其實是很有膠質 一個魚就可以擦兩種口味 就是它的肉就是非常的鮮嫩 可是還有加上它皮就是更Q彈 看起來真的好像春天到了 雖然我們現在在吃熱騰騰的火鍋 但是真的覺得說 看起來真的是覺得食慾大陣啊 賞心悅目的還有老本娘黃亮 一身家鄉傳統雲南納西服飾 為客人來一場桌邊秀 不好意思幫你騙魚喔 老闆娘很漂亮 我是慕名而來的 就感覺很酷啊 現場幫你騙魚就是 可以吃到很新鮮的口感 斑魚尾部騙出的生魚片 同樣也是飽可透光 一點都不輸給頂級日本料理店 而且一隻斑魚一邊緊囊片出四片 只有四片喔 對 而且不能多不能少 再過來的話就不適合做生魚片 你看它的活動力很強 所以它如果沒有拿來做生魚片 會有點可惜 最Q脆的地方 看似清淡的魚湯底 卻蘊含有七八條斑魚的全魚精華 它純粹就是魚肉啊 像你看這樣的魚 然後我們把它剁一剁 剁成魚塊啊 魚頭啊 魚的骨架整個都下去熬湯這樣 上面有黏液喔 它上面有黏液 對 因為這是它的膠質 那如果你只放魚骨的話 這些膠質就可惜了 所以我們就是會連魚肉一起下去 讓那個魚湯就是喝起來更有膠質感 半桶魚加半桶水 扎扎實實的單純鍋底最健康 慢慢熬上四小時 整塊的魚肉魚骨 全化為乳白色的鮮美魚湯 下重本的還有整條帶肉魚骨 以及這飽滿的魚肉 只因帶刺 通通只拿來作為增添湯底甘甜的天然味素 我們店的靈魂就是我們的魚湯 然後我們最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的魚湯裡面沒有任何的添加 主角全天然配角也不馬虎 把斑魚打成粉色魚漿 再跟天然黏濁劑白色其魚漿混搭 加上蔥 三種天然食材用手的溫度充分攪拌 老闆黃大切堅持用全魚漿搓出 讓客人安心的火鍋小丸子 老闆娘黃亮則包辦所有手工醬料 蔥醬啊 它一定要用宜蘭的三星蔥才會夠香 它配那個我們的斑魚片 真的是絕配 油溫得要掌控在220度 才能嗆出雲南特有的火鍋沾料香氣 能看到的有白芝麻 然後看不到的 是你們的用手 對 它是雲南的做法 雲南就是吃我們的火鍋一定要配的醬料 我們自己也會覺得很嗆 可是那是真的很香 小米辣算是我們那邊吃斑魚火鍋 必備的一個調料 就像是台灣的桑茶醬一樣 對啊 這個小米醬非常非常的... 就是麻辣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好好吃 好香... 斑魚鍋在台灣目前還是獨一無二 黃大千跟黃亮夫妻兩人 當初可謂要到哪裡找尋斑魚 傷透了腦筋 不好意思啊 他遍大小魚市問了幾百家攤商 才終於在台北萬大市場的杭阿萊 找到斑魚的蹤跡 肉桿 拿魚喔 好 今天活跳跳的耶 我聽到斑魚斑魚啊 對 都以為是施斑魚 可是這不是嗎 不是... 這叫大陸叫黑魚 看起來頭很像...很像蛇 有沒有 然後零片頭又零片 非常兇猛 在溪裡面它算最兇的 長相不討喜 卻有一個手術魚的暱稱 因為它膠質很豐富 你看它膠質很豐富 摸就會...就會跳 哇... 這個就難抓了 嚇到它就不好抓 對 你看它這膠質又很豐富 所以你說它 因為每個人都是拿來 拿來就是開刀或產後補生用 我們開玩笑再講 有錢人吃斑魚 窮人家吃鱸魚 台灣人誰會買這種鱸魚 他 它是鱸魚的客戶嗎 不是很多人開刀的時候 他們在吃這個魚的 因為魚對身體很好 非常的厲害 你還好來 我們等一下幫他來背鱸魚 對 尤其是南部人特別知道 好 這隻又不行了 這個就不行了 因為受傷 這個就是受傷的 有沒有 真的受傷 對 這個就不行了 不行 不要 不要 他什麼都要求完美 我每次都... 魚都被他敲得五彎似的 萬中選一帶回店內的 都是頭好壯壯的好漢 身體是軟的 但是頭是... 這個頭是贏的 超級堅硬的頭殼 曾經頂破保利龍板 在廚房亂竄 現在得用上特製壓迫力板 才有辦法讓斑魚們 不至於大逃亡 很難想像這個現在 每天鯊魚片魚的黃大千 四年前還是威盛電子 駐北京的專案經理 甚至拿過公司發明獎 而從小熱愛舞蹈 來自雲南麗江古城的黃亮 也曾是北京能源上市公司 高階主管 兩人為何雙雙放棄大好前程 原來全是為了 不想讓孩子生活在 北京惡劣的埋海下 我的家鄉也是一個山津水秀 然後空氣特別清新的地方 然後到北京 空氣越來越糟糕 看那個數據會覺得破表了 然後外面的天空是灰蒙蒙的 尤其到了冬天 在這種空氣下 你要讓他們要生活多久 像我們坐在四環那時候 前面就是鳥巢 可是你前面是看不到鳥巢的 上班的時候一定都戴口罩 那別人小孩子都愛玩喔 他們要關在家裡 真的會覺得很捨不得 默默三千 兩人都做出了犧牲 誰的掙扎比較大 應該是我吧 我覺得我也是吧 因為畢竟他是台灣人 然後他現在相當於說 他只是回到了 他比較熟悉的一個地方 可是對於我來說 從一個忙忙碌碌的一個工作 然後突然間 怎麼在家帶小孩了 沒有了工作 然後哪裡都不認識 什麼人都不認識 沒有人可以講話 因為覺得 很想講 覺得很不認識 所以即便你愛的老公在身邊 你都覺得很不認識 一定會 所以即便你愛的老公在身邊 你都覺得很不認識 一定會 為解黃亮的思鄉之情 他們決定賣起雲南道地美食 餐廳裡的招牌斑魚 正是當年兩人的定情貨物 第一次我帶他回麗江 然後我爸爸媽媽就帶他一起去吃飯 第一頓飯就吃了麗江斑魚火鍋 然後他當時吃到 看到那個盤子一端上來 哇 然後再吃第一口哇 就這樣 覺得怎麼會那麼好吃 當時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是 為什麼台灣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喜歡吃到要自己賣 還有一大段距離 第一步得先克服對摸魚的恐懼 就很可怕 其實我是很怕蛇了 然後我們要用的這條魚 然後身上是蛇的花紋 然後頭又是尖尖的像蛇 然後覺得很可怕 我自己也很害怕 魚我根本就是 以前做資訓業 怎麼可能去摸魚 到底是誰要去抓頭 誰要去抓尾 那這很緊張 放在吸水槽裡面 最後就是 最後的動作就是 我拿一個鍋鏟 然後蓋住牠的頭 然後牠去抓身體 克服了鯊魚 還得有片魚的真功夫 家裡就成了黃亮的實驗室 每天不停的練 即便一條斑魚 動輒四五百塊起跳 這魚很貴 就在練的時候 你也會心疼說 那這麼貴的魚 一直這樣練 一直浪費怎麼辦 然後我老公就說 沒關係啊 就貴你就練啊 至少要練會 但一開始 火鍋只有魚片沒有肉 取高賀寡 滿足不了 愛大口吃肉的台灣人 夫妻倆足足坐了兩年冷板凳 錢已經快燒光 左等右等等不到客人光顧 黃亮開始心慌 決定大膽穿起傳統服飾 走上街頭發傳單 滿大的一個心理壓力 會覺得有點心酸 但我怎麼會淪落到這樣 然後就想說 如果真的不行就算了吧 我還是回去做我的主管 他常常跟我講的就是 我們可以的 我們沒有什麼不行的 我們都在進步 我們一定可以的 即便轉業開餐廳 讓黃大千足足瘦了二十公斤 但科技員就是留著 永不放棄的協議 麻辣加鮮魚 剛好兩種口味都有 而且還可以交換 為了更推進台灣人的口味 白魚鍋也雙拼了麻辣鍋 用了橘皮 草果等十幾味 溫潤不燥熱的中藥材 加上正宗皮餡豆瓣醬 湯頭刻意保留藥材香料渣渣 雲南市風格的麻辣鍋 越煮越香 不會很辣 也是很順口 就可以讓你喉嚨 不會有灼熱的感覺 然後它越煮會越味道 辣露的麻辣鍋 就是會有花椒飄在上面 那你看到那些花椒 你就覺得特別的親切 才有吃麻辣鍋的感覺 新鮮到會噴汁的小米辣 是為酸菜鍋準備 以前的職場女強人 現在連泡椒都會自己做 我們精選了最好的小米辣 還有那個薑片下去泡 你現在可以看得到 你看它現在其實有 冒一些微微的氣泡 這個都其實 它都在發酵的過程當中 發酵後的泡椒威力驚人 沒有戴手套最好不要碰 手不能去接觸它 去接觸它你整天 你水怎麼洗 你手都是拉的 那個好醜的味道已經出來了 對 有辣 有酸 那有幾個層次的味道在裡面 那最重要就是那個味道 這就是雲南酸菜鍋底料的特色 大把大把的酸菜加入泡椒裡一起拌炒 熬出來的串香辣鍋底 比麻辣鍋還過癮 外面的酸菜比較偏向是東北酸菜 很好去吃到說 有這樣子雲式酸菜風格的糖通 以前在外面吃那個酸菜鍋 基本上就是屬於那種 就是比較純酸菜的味道 其實就比較沒什麼特色 它這邊吃酸加辣 冬天吃的話就覺得 全身都暖起來超讚的 黃亮自己都不敢相信 現在連著做工繁複的雲南涼皮 都難不倒塌 麵團光要搓洗出麵漿 就得反覆十來次 直到變成麵筋炸不出將來 涼皮裸裸裡的麵漿 得搖勻才不會有破洞 放入鍋裡蒸熟後 還得瞬間編鎮 一張張像面膜的手工涼皮 才能大功告成 只是耗費八小時去做的涼皮 當初卻因為少了這一味 差點前功進氣 找這個味道的時候都覺得 為什麼怎麼都不對 就是後來發現是醋 醋不一樣 對 那所以就是找了很多很多地方 然後終於發現這個我想要的 這個鎮漿醋的味道 做這一瓶醋的 它是以前退役的老兵 後來發覺你吃了以後 你會覺得 兩瓶就是要這個醋 特製鎮漿醋調上自製芝麻醬 讓Q彈的涼皮 找到最到底的雲南味 畫龍點睛的自製辣椒油 再加進去 就是一碗好吃的正宗雲南涼皮 直見黃亮忙著上菜 四年前為愛子轉換人生跑道 來到陌生的台灣 現在終於找到了賭店 跟著愛他的老公一起摸魚奮鬥 兩人的第二人生 就如同這蝴蝶乾魚片一樣 正翩翩起舞 三遠足 兩人的各種感覺 一眼 第三人 四的一雲 一眼 一眼 明哈